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美食分享的是盖子 欢迎盖子 鸡肉 鸭肉 鹅肉 这三种肉你最喜欢吃哪种 那当然必须是鸡肉啊 鸡肉啊 我挺喜欢吃鹅肉的 鹅肉 对 在福州 福建就鹅比较少 那今天呢给大家做的是什么菜 鸡腿 鸡腿肉 做的一道菜 香茅鸡腿排 香茅鸡腿排 一起来看一下原材料 香茅鸡腿排需要的原料有 去骨鸡腿 香茅草和大蒜 调料只有两味 胡椒粉和盐 这个鸡腿的这个肉 我其实挺怕吃的 我觉得一大块 我更喜欢吃这个鸡身上的肉 就有骨头的那种 这个鸡腿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 对 方便嘛 就一根骨头 没错 那这个已经改过刀了是吧 已经改过刀了 然后现在是完全是一个没有骨头的状态 我们先要腌制一下吗 对 我们要给它腌制一下 腌制需要放什么东西 我看你这里也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调味料 非常简单 就是底味就是我们的盐 来一点 底盐来一点 胡椒粉 下一点 为什么要放胡椒粉呢 胡椒粉是比如去掉一些腥气 真香的 去腥真香 就是在煎制的时候可以放一些黑胡椒 但是腌制的时候尽可能选择白胡椒 对对对 然后我换一把 既然选择了香茅 那么这道菜呢 是不是就带有一些东南亚的气息 对 东南亚的一个气息 而且之前呢 你是准备了一些小青宁啊 对 还有一些这个旁边的小番茄啊 这都是拿来摆盘的吧 对对 就是把它拌成一个色啦 那青宁呢 可以就是在吃这个鸡腿的时候 鸡腿爬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挤一点汁上去 我们提前的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我们现在可以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盘子里了 小番茄 给它改过刀了 旁边还点缀了一些什么小石榴啊 然后它青宁也是对半 对半 这个上面要淋汁吗 就这个也是可以吃的 对 除了摆盘以外 对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酸辣的一个芒果青宁酱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蒜呢 也给它剁好了 这个蒜的是要放进去吗 对 蒜要给它放进去 把它剁碎了 那它就更容易出味道 给它腌制一下 来 我们拿一个筷子 等一会儿呢 就直接给它搅拌 这个香茅也是拿来腌制的吗 对 香茅我们把它 如果不急着吃这道菜的话 我们要腌制多长时间 最好是隔一个晚上 在冰箱里冷藏腌制 是这样 那就是如果我们快腌的话 快腌的话 我们就是它的这个下的那个咸味呢 就要稍微重一些 这样 所以刚才呢 我们如果呢是要现在吃的话 刚才那点盐的是不够的 对 可能呢我们还需要再给它 再多来一些 对对对 一般切香茅呢 我们都是给它斜切嘛 但是今天呢 我看到你就是直接把它给压了一下 然后呢直接再拍过 把它拍过 拍过它让它的那个组织松散 然后呢就是就很容易包开 那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 然后 要把它全部包开吗 对包开 好香 香气就出来了 对反正它叫它有另外一种称呼 不是叫柠檬草 对对对 英文直译的话 这个把它全部都给它 对对包开 放到这个里边来 让它的这个香气呢 就是可以 满手的清香啊 好的 把它腌制一下 里边再不需要放别的调配料了 不需要了 那行 那行我这边就可以呢 开火了 热锅 热锅冷油 我们就开始呢 准备煎这个鸡排了 对 现在放厨房用纸是 呃鸡排呢 我们把它呃稍微给它 吸收一下它的多余的水分 就这样 两两片 两片 好吧 放过来 对 然后把它 把它 卷起来一下 对对 旁边啊 也是一样的 就是害怕它在煎制的时候呢 会这个 笨油 出来 呃 是这样的 就是相对来说 它已经不大会笨油了 但是呃 最重要是什么的 就是我们等一下需要拍面粉嘛 哦 对吧 那如果它的湿度比较大呢 就会沾很多的粉 那吃起来呢 就是 不不干爽 所以呢 这是一个小窍门 一定是不能够太湿 不能太湿 对 面粉是拍上去的 对拍上去 我们把它拍成干粉 这边厚的地方 稍微几个刀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它比较容易成熟 对 我们这边的锅呢 已经热了 我现在给它开到最小火 系完刀了以后 现在就可以开始拍粉了 拍面粉 直接的放在面粉碗当中 对 鸡皮的部分和鸡肉的部分 都给它均匀的裹上粉 对 就是拍干的就好了 现在可以在里边加油了 对 再次把火打开 量也不多 对 因为鸡皮也含有部分的脂肪 煎的时候会出来一点油 但是它面上已经裹了一层 这个面粉 它在受热以后还是会出油 还是会的 对 煎的时候呢 我们是鸡皮向下 先出油 对 鸡皮向下 火我可以关中小火吧 现在 对 中小火 好的 分抖一下 两片 对 我们一锅也不能煎太多 对 现在这个火力可以吗 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一面 那一面已经怎么样 哇 这面已经有点金黄色了 对 一定要把它煎到有点浅咖色 浅咖色 现在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要的 脆的 没错 而且鸡腿肉也很好成熟吧 对 相对比较好成熟 鸡肉 在那个 禽肉当中是属于比较容易成熟的 你看我们吃牛排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给 这个服务员说 你帮我们煎成 几成熟 对 六成七成 那煎鸡排的时候有这个掌究吗 我也要一个几成熟的鸡排 鸡排是这样 就是如果是工业的鸡肉 就是鸡肉产 饰料产出来的 那它一般是会有蛮多的这种可能会是用一些饰料来饰养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一般是吃全熟的 我们只要保证它 我们只要保证它这个 这个 干干好成熟 然后肉内 热度 饱含肉汁就行了 因为如果用那种饲养的那些排鸡嘛 那排鸡都肉质呢 肉质就比较老 所以是不能够做这个 一般是用来煲汤 煲汤 就不能够你给说 来个鸡排给我来个五六成熟的 这个是不合适的 对对不合适 所以最好的自个儿在家里去煎鸡排 按照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这种方法 你看一面已经黄了 那一面也已经黄 那这鸡排就真的很容易煎熟了 如果家里两个人的世界的话 二人世界的 我们就可以煎两份鸡排 然后呢放在盘子当中摆一下 自个儿用刀叉 来直接给它 切着吃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哇现在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鸡排煎好了以后 我们就来给它改刀 还剩下一点点的这种火候 煎完我们来进行下面的步骤 好的 现在我们把煎好的这个鸡排呢 放在熟食板上准备给它改刀 改完刀了之后呢 等会儿这个面上要淋这个东西 这个对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酸辣芒果酱 酸辣芒果酱 又起到一个解腻的这个作用 那改完刀我们就直接装盘 淋汁 这样一个菜就已经做好了 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这道美味的制作过程 香茅鸡腿排 需要的原料有 去骨鸡腿 香茅草和大蒜 调料只有两味 胡椒粉和盐 我们一起来动手做吧 首先鸡肉中加入盐 胡椒粉 再把蒜切成末 香茅拍扁 一起加到鸡腿里拌匀 腌制入味 面上剂刀 均匀地拍上一层面粉 热锅热油 鸡肉放入锅中 煎至两面金黄 盛出切块 摆盘即可 鸡腿肉质细嫩 滋味鲜美 可使用于各种料理中 鸡腿中蛋白质的含量较多 在肉质中 可以说是蛋白质最高的肉类之一 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因为我们这个鸡排是酸辣甜口味的 对 然后你想在家里做一个黑椒汁的鸡排 是可以的 就按黑椒牛排的那种方法是一样的 还可以做什么口味的 非常多 甜辣 然后黑椒 还有麻辣 也行 茄汁 茄汁非常好 也可以 刚才我们在切的时候已经看的 真的是外表 是非常的酥脆 那里的汁是非常的多 这个一定要快快地吃 因为才能够享受到那种 饱含着鲜美肉汁的鸡排 好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谢谢盖子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